一男子鬼鬼祟祟在土地公廟內 雙手何時先拜拜 接著拿起轎杯往地上植出聖杯後 男子立即朝功德鄉走去 短短幾秒的竟直接暴走 跑到公廟角落破壞偷錢 最後雙手插口袋 神太孜然的離開 把信徒投入的香油錢 偷走了一大半 偷欠發生在十七號 台中市中區的土地公廟 一名三十九歲男子 平時沒有穩定工作 缺錢花用 趁著中午十二點左右 信徒較少的時段進入廟內 神明面前下手 海鮮裝模作樣 他一直把他刷那個鞋 後面再拿 他拿著 他就罰監視器的 要放發現公德鄉遭到破壞 趕緊掉監視器就看到真名竊賊 三月十七日現身刑竊過程 大約只有十分鐘 至少直叫了兩次 第一次疑似得到聖杯 他又再接再厲 第二次得到聖杯 搜刮超過三百元的香油錢 經援警了解概況後 隨即調閱相關監視器 於案發內數載真信竊險 拜託拜託 不要再來 因為這錢不是我的 援警逮到三十九歲 男竊賊當場大傻眼 因為他先變稱有問土地公能不能借錢給他 最後還補了一句有跟媽媽說 媽媽要匯錢給他 都已成年還靠父母神明面前偷錢 立即被警方逮捕 以竊到罪送辦 三天新聞林佩軒江俊陽台中採訪報導 呈現時訴 紅茶 年其他人 有個小朋友 打開 那也有不太